我們看這題目 攝影師這個不等式 求x的範圍 那麼在這裡我們先注意到 這個x是真數 同時x也是底數 所以呢我們有x大於0 且 這個x不等於1 的這個限制條件 那麼 這裡我們先做這樣的處理 這個log 以x為底的8 這等於就是log 以x為底的2的三次方 那麼3然後前面去 這是3 去乘以log 以x為底的2 那麼我們可以把它寫成是 這是log 以2為底的x 分之3 那麼這時候 這個式子 我們把它寫成是 這log 以2為底的x 去減掉 這是 log 以2為底的x 分之3 然後這裡我們移向過來 這裡讓它加2 然後大於0 那麼 我們這裡要考慮到 這log 以2為底的x 到底是正數 還是負數 所以這裡我們要做一個區分 第一個 當log 當log 以2為底的x 是正數的時候 那麼我們同乘以log 以2為底的x 那麼維持不等式的方向不變 所以這時候我們可以得到 這是log 以2為底的x 括號的二次方 然後這裡先寫 這是加上 2去乘以log 以2為底的x 然後減3 那麼維持這裡是大於0的 這時候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是 這是log 以2為底的x 去減1 然後去乘以 這是log 以2為底的x 去加3 那麼相乘 要大於0 這時候因為 log以2為底的x 是一個正數 所以加3 這也是一個正數 我們標示為正 所以相乘要大於0 這裡也必須是一個正數 所以呢我們可以得到 這是log 以2為底的x 這減1 要大於0 因此呢 這是log以2為底的x 要大於1 我們就得到 這x 是要大於2的一次方 也就是2 也就是2 這個答案 所以呢我們首先得到的是 x大於2 這個範圍 好 接著 當 這log 以2為底的x 是一個負數的時候 那麼這裡呢 我們去乘一個 log以2為底的x 那麼這時候不等式的方向 要改變 所以呢我們會得到 這是 log 以2為底的x 括號的2次方 然後加上 2去乘以log 以2為底的x 然後這裡是減3 這時候呢 這要改成是小於0的 因此呢 這裡我們得到 這是log 以2為底的x 去減1 然後乘以 這是log 以2為底的x 去加3 好 那麼這相乘 是要小於0的 好 那麼因為 這log以2為底的x 是一個負數 所以呢 減1 這也是一個負數 好 那麼相乘 要小於0 所以這裡呢 必須是一個正數 好 所以呢我們就得到 這時候 這log 以2為底的x 加3 必須大於0 所以 這log 以2為底的x 就要大於負3 所以呢 我們就算出 這時候 這x 是要大於2的負3次方 那麼也就是 8分之1 這個答案 所以這時候我們得到 另外的一個 這個範圍 好 那麼 這裡x要大於2 我們可以滿足 這個不等式 而x大於8分之1 也可以滿足 這個不等式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求x的範圍 我們直接取 這x 是大於8分之1 好 但是呢 我們有這個限制條件 所以呢 我們這裡要助記 但 這x 要不等於1 這個答案 我們要不等於1 2 2 2